我想其實呢在選前三天 來公布這些所謂經過剪輯 然後非常片面斷章取義的錄音檔 那這樣子一個去頭去尾的言論呢 實在是讓人感到說 這樣子到底是為了政治公共的利益 還是說是個人的一個政黨政治的利益 其實我想這已經非常的明顯了 那我這邊呢也要就是替我的這個主任呢 其實他也是有提到說 對於這樣子一個斷章取義的錄音流出 對於他本人其實已經有權益上的侵害 所以他也有尋求律師的協助 然後目前呢其實也在研理這個相關的一些權益如何來維護這樣 有網友在質疑說 裡面錄音檔裡面的這個女生的聲音呢 很像龔衛文 也就是您的助理王玉文 呃据我所知應該不是啦 對 就是說副議長在直播上的時候有支持你嘛 那陳慧蓉上委員說 這樣藍的在操作棄保 在愚弄選民啊 您怎麼看 呃我想其實之前我在談論到這個棄保的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的態度一直都相當的一致 其實新竹市民的水準 選民的數值都相當的高 我想棄保這件事情並不是一個 呃可以被政黨或者是 呃被有心人士所操作的一個議題 所以我希望說我的對手陣營也不要對於說每一個民意代表或者是每一個選民他表達他自己心中想要去選擇的這個 我們講說市長的候選人的時候 有這麼大的一個過度的反應 因為我想其實每一個選民都會用自己的一個判斷力來決定他要投下哪一個神聖的一票 那個您管你現在接連的在爆料啊 不斷的說您出去外面啊就是招牌三首歌啊 然後酒膽也很好啊之類的這些爆料內容 但有形容到說您對辦公室的標準又是雙重標準對底下集圍苛刻用冠老闆來形容啊 我想這些都是不實的一策言論哦 其實我覺得他他並沒有擔任過我的助理 並沒有在國會擔任過任何一天的法案助理 或者是行政助理選服助理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不要一直用這樣一個不實的一策言論 來在網路上面去操作帶風向 我想其實這個部分呢都是讓人看了 其實有時候真的一笑大方 連喝可樂的事情都可以被打成這個樣子 我也不太知道現在到底選舉還要躲負面才可以讓他罷首 那連那個你南下新竹都啊 甚至於為了做連的事情還罵出了 有這樣的事情嗎 完全都沒有 連個人說委員連工基金之類的事情都講不清楚啊 以後未來要怎麼打幣安 您跟人嗎 對 您跟人 因為剛剛也有零 以後要怎麼打幣安跟來查會 我想我尊重林跟人的候選人的發言 謝謝 民眾黨議員今天是接若晨 因為我自身是交通專家 但是林志堅市政府執政到新竹市交通高駛商 在全國名列前嗎 那請問一下委員對這就是怎麼看的 這個部分的數據 其實我在先前就已經有特別提出 包含說在道安會議 我們在交通部的中央的會議上 其實林志堅前市長呢 並沒有參加過主持過 出席過任何一次這樣的道安會議 當時也是讓許多的新竹市民感到非常的氣憤 因為呢 如果說今天我們的道路安全的事故的發生率 一直是在全國名列前茅 甚至是在非六都市名列第二名 那其實新竹市民都會覺得說 在我們的這個沈慧紅前任副市長 甚至也是前交通處長的帶領之下 怎麼會給了七年半的時間 我們的道路安全 最基本的市民的權益都沒有辦法顧到 我相信這個也是他們沒有辦法迴避 必須要來說清楚講明白的事情 如果說再給你四年的機會 你是不是還是會把我們的交通 做成這樣一塌糊塗 我想這也都是市民會去判斷 這一個候選人是否適任再繼續做市長 市政團隊的一個標準 沒有這種什麼利益交換 這個就是上館長的節目 然後其實館長我相信啦 應該不是只有我啦 應該每一個候選人去上 因為選戰期間 所以都會給我們吃這個喉糖 那大家也知道我們現在的這個選舉 已經到了最倒數的黃金的階段 大家都在衝刺 所以每個人喉嚨都真的很需要顧 所以那一天只是說很感謝 館長這樣的祝福 同時也是 我覺得其實館長的節目 真的是一個蠻好的平臺 因為常常我們看到在媒體上 比較少能夠看到候選人們 去發表他的證件 那館長的節目本身有一個高的流量 然後又讓候選人可以充分表達證件 所以我那天也是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 謝謝館長送喉糖給候選人 做一個喉嚨的保養的時候 同時也是再跟大家宣傳一下說 我們有在館長節目上 講了滿滿一小時的證件 希望更多朋友可以看得到